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道家常排骨包 先把排骨洗干净 再来切一点配料 蒜头 排骨也要锁水 姜也要锁水 一起锁比较快 再切一点小米姜 小米姜切芡 再来切一点葱花 配料切好来腌排骨 姜末蒜末 一勺盐 一勺生抽 几滴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料酒去腥 再来几滴鸡精 把它搅拌均匀腌制15分钟 土豆也来销 土豆也来切 土豆要切大块 不然那样就煮辣了 烤土豆洗掉淀粉 食材全部准备好 就开始来煮了 锅烧热下油 下土豆炒一下 不喜欢土豆的 可以换成胡萝卜 也可以换成芋头 腿肉稍微煎一下 排骨放入煮 这个是满人版的 又快速 这几块排骨 30多块 这样排骨又贵了 再倒入清水 盖上盖子 煮15分钟 打开盖看一下 煮一下 给它翻动一下 不然土豆粘在一起 煮了15分钟 煮了15分钟 差不多了 土豆也熟了 出锅前撒一点小米辣 还有葱花 排骨棒就做好了 咸香入味 汤汁浓郁 做法也简单 配上米饭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哦 这样煮 排骨吃起来是比较有嚼劲的 这样才香 老人吃就要再煮一下 土豆也非常粉 好香